低收入无收入家庭这几百欧的福利领一下 为了缓解家庭财务压力 应对电力天然气木材还有燃油价格上涨的问题 法国政府就采取了这几项措施 要3月或者4月之前申请的 第一个汽车燃油津贴 自1月16日起 1000万人可以获得100欧元的燃油津贴 这个补贴取代了直到2022年底的油价优惠政策 这个补贴适用于那些驾车上下班的低收入家庭 需要在3月31日之前通过税务局网站上的表格申请 收入要求是14700欧元的纳税收入 大约相当于单身人士每月净收入1314欧元 或者是夫妇带两个小孩每月净收入3941欧元 第二个燃油供暖津贴 专为使用燃油供暖的160万家庭提供援助 自去年11月开始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在线的申请网站直接申请补贴 最高200欧 保留给那些已经拿到了每年能源支票 并且人均纳税收入低于10800欧元的 比如单身人士赚个smig最低收入 并且至少有一个子女需要抚养的情况 如果人均纳税收入高于或等于10800欧元 但低于20000欧元的人可以拿到100欧 第三个木材供暖津贴 针对是使用木材供暖的260万家庭 可以在4月30日之前申请这项津贴 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一张至少50欧元的木材采购发票 日期与申请时间相差不超过18个月 对于使用集体木材供暖的家庭 需要提供特定的证明文件 另外很多家庭都会收到这个能源支票 今年是4月21日开始发放 这个是我鼓励留学生们都报税的原因之一 不然政府发福利都找不到你 赶快关注地保视频吧 分享法国买房理财必须还有福利的经验 这样有福利就不会错过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